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要有精神 精就是精神 气就是我们人生的这种气场 神是什么 人家说神清气爽 一个人精力没有了 神就不好了 所以人家说 这个人精力看上去不够了 所以他的精神 神就没有了 所以精神不好了 就是神实际上 他是寸托那个精的 所以当一个人精力旺盛的时候 他的神清气爽 他这个人就有精神 那么一个人的气就是气数 比方说你这个人 对某一件事情非常有希望 你就会拥有的很多的气 正能量的气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那么这就像一个皮球一样 叫泄气 这个人就泄气了 所以我们学佛人呢 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精气神要管好 那就是说要正能量 因为我们现在正能量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学佛 佛性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我们的精神支柱 就是佛性 所以我们离开了生生奥妙的佛法 我们的气就不足了 我们没有依靠 我们哪来的神啊 所以别人经常说 你很神气啊 因为神跟气在一起 因为你精神上有目标 你的神就会充足了精力 你的气就会有 你的神和精气 精和神精神不嫁了 你的气就不好了 那气就没有了 所以人家说 我们这个人呢 这个你现在已经失望了 对某一件事情失望了 那么你的精神不好了 那么你的气就慢慢的不行了 所以我们想永恒的学佛 要懂得 要永恒的坚持 自己 这个学佛念经 所以永恒是什么 就是修心 要永远存在心里的佛性 永远 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那么叫永恒 所以 师父经常 跟大家讲 我们 繁度众生的人 因为我们的 精神上 有支柱 菩萨会保佑我们 我们的 这个学佛人的 这个戒律 使我们的神 神 非常的 清楚 我们这个神 清气爽 我们的神啊 非常要干净 这个时候呢 你的气场就比较 这个充足 那个时候 你在用你自己内心的慈悲心 去帮助别人 那么用你的慈悲心就画出 三个心 就是 喜舍心 欢喜心 还有舍得心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拥有了一个慈悲心 你会突然之间拥有了 喜舍心 欢喜心 和舍得的心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这样 如果你今天 慈悲别人了 你就愿意 舍得给别人了 对不对 而且给别人的时候 你有一种欢喜心 对不对 给别人不是单单的说 我今天给你了 而且要欢喜的给你 所以很多人送人家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欢喜的 我愿意送给你 让你开心 所以现在很多人 很不懂事情 在社会上 实际上从过去来讲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上讲 你一个人要有礼貌 不管人家送给你什么 你要接受的 要感恩 要接受 你不能说因为 这个我不要 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 这个就是没有家庭教育 这种人就是不懂得 别人的对你的一种感情 人家并不是送的你这个礼物 而是送的你一份真情 但是很多人 就说 这个我不需要的 当场把人家谈回去 你想一想 那这种人算有礼貌吗 懂得人以理智性吗 今天 你不管别人送你什么 人家送的是一份情 一份意 今天不管人家 哪怕送给你一点点 送给你一句话 你也要接受 对不对啊 你如果 一定要适合自己 你才收的话 那别人说你 哎呀 你好年轻了 因为你自己认为我很不年轻 你就可以跟人家说 请你以后把这句话收回去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不年轻 你说我们能这样做吗 所以学佛人懂得要慈悲 要喜舍呀 要欢喜心的去接受 要欢喜心的去舍出 舍得的心 所以这个三心啊 是由慈悲心画出来 因为你用了慈悲两个字 你就会有喜舍和欢喜 还有舍得的心 所以菩提心菩提心 菩萨叶菩萨叶 实际上就是讲的一个佛理 就是让我们要懂得 菩萨的心啊 菩萨的心啊 菩萨的情啊 菩萨的情啊 都在我们心里啊 菩萨有情吗 有啊 度的是谁啊 有情众生啊 菩萨认为我们都是有情众生啊 所以有些人根本不懂得事理 不会做人 你人成即佛成 你人都做得不像一样 你可以讲话 可以断人家的慧命啊 你一句话出来 把人家调慧命就断掉 所以有情众生 菩萨把我们称为有情众生 菩萨的境界很高 而我们也能跟菩萨一样 成为一个人间的菩萨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不染拙呀 我们现在很多人 染拙什么意思 外面为名为利的事情 他都愿意去做 你就染拙了 你今天 看到好的你就要 你染拙了 你觉得你今天吃亏了 你又染拙了 你要彻底的干净 你不能让别人感到 你心中没有平等性 因为其实台长 在收弟子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感受到 很多人 其实心中油然 他们根本 不能 让自己变得很干净 因为只要你对人间 这个喜欢 那个喜欢 你就会起烦恼 因为只要你在人间 觉得这个事情不满意 那个事情不满足 你的一生就不能圆满 所以我们怎么有因缘 再去度别人呢 所以大家想一想 彻底的学佛 就是彻底的把自己的心 和境界提高 和洗干净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平等的 看空一点 看了穿一点 把这个世界 看成若有若无 时有时无 我们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 有没有学校 我们小时候 是不是为某一件事情 特别的执着 所以想打破人间的执着 你就要多学佛理 多学慈悲心 所以一个人能够解脱的人 他一定很干净 因为慈悲会让你变得 越来越有缘分 越来越懂得怎么样 应该为人处事 自行不乱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学佛就是第一本性 第二 你自己在人间的感受 所作所为 和自己借甲修真的一条路 所以很多人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真的 把人间当成真的 他怎么修得出真的 因为他已经把假的当成真的了 所以他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了 所以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人 他就能够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懂得 人 就是一种感应 就是一种相应 这是一种感觉 当这种感觉 在你心中延迟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感觉产生 但是当你已经没有感到 这件事情存在的时候 你的觉也没有了 所以人家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 总希望说 爸爸妈妈说 你们谈了这么长时间了 可以结婚了 那些年轻的孩子总是说 我对他没感觉 这就叫感觉 因为感觉很快就没了 因为感觉是暂时的 是一个假大空的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真正的明白 人生 永恒的佛性 会支撑着你的精气神 会让你抛开人间的 假的 一切的 这个生活 而去探求我们未来 本性当中的 真正的佛性的生活 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没有想过 是一个人的生活